在这个视频里面会示范用Archino 连接BUSA 播放音乐 首先我们去到TinkerCat.com 然后登入自己的帳户 在画面左边的部分我们按Circuit 然后按上方Create New Circuit 新增一个电脑 我们为这个Circuit 改名 在左上方的位置卡一下 打04CEX underscore Melody 完成之后我们在右边Component 选Archino 我们会找一个现成有的Circuit 然后作出更改 我们在下方的位置找Tone Melody 然后拖画面中间的位置 我们转去Code View 我们按一按右上方Code 在这段Code里面 留言比较多 我们删除了全部Code 我们删除全部Fast的Code 令到我们可以看这个Program的时候更加清晰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段Code的结构 在最上方的位置Defined了五个绿 而这五个绿 是存下了五个Freq 代表五个绿 代表五种不同的声音 在下方位置 有一个Melody的Away 这个Away 会存在一些Integer 例如 Look underscore C4 就存在262的数字 Look underscore G3 就存在196的数字 Melody 现在有八样东西 分别是C4 G3 G3 A3 G3 0 B3 和C4 的Note 什么是Away 平时我们Decare一个Variable 我们会打Integer Melody 但是你会见到Melody 旁边现在有一个括号 代表这个Integer 不单只安装一样东西 现在会安装八样东西 就好像我们衣柜 我们衣柜如果有八个绿 就可以安装八样不同的东西 在下方的位置 Decare了一个Note Duration的Away 这个Away也是安装八样东西 是用来控制通播放声音的长度 现时我们见到Program 主程式会写在Setup 所以这个音乐只会播放一次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音乐 我们按右上方Start Simulation 当这个音乐播放的时候 因为主程式是写在Setup的位置 所以这段音乐只会播放一次 我们按下Stop Simulation 我们把For Loop里面的曲 Cut and Paste 放入Main Loop里面 然后我们按上方Start Simulation 如果程式是写在Main Loop里面 程式就会不断执行 在这个程式里面用了一个For Loop For Loop会看一看我们Melody里面有什么不同的Note Cut and Paste 入面的Note总共有8个 Note每一次会加1 代表先播放C4 接着会播放G3 然后播放G3 如此类推 总共会做8次 我们看到程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Function 就是Tone 由于我们的Buzzer是接了在Pin8 所以第一个数字会显示是8 然后就会播放Melody Melody第一次播放的时候 就会抽取Look C4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262 NoteDivision 会透过上方这一条算式去计算 算式就是NoteDivision 等于1000除NoteDivision Division一开始的时候是0 代表是4 1000除4 代表250 所以NoteDivision就等于250 而下方这个位置NoteDivision也等于250 做第二次的时候 DiskNote因为DiskNote++的关系 DiskNote就等于1 而下方这个NoteDivision也等于125 操作如此类推 在下方这个位置 在下方这个位置 新增做一个Variable 去计算我们的NoteDivision 令到NoteDivision的长度增加 这个写法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前方位置的Variable删除 Delay里面的Variable也可以删除 将NoteDivision乘1.30 放入Delay里面 我们将第25行删除 令到我们程式更加简化 我们先听一下现时的音乐 我们按右上方 Start Simulation 下方将Delay NoteDivision乘1.3 是令到声音更加好听 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值改小 例如改为1 播放的速度就会加快 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加大 例如改为2 播放的速度就会减慢 我们可以将这个数字改为1.30 现时我们的程式已经简化 如果我们想利用这个程式去创作音乐 那可以如何做呢 我们可以在上方设定 减慢度至多8个音的frequence 第一个音导音是C4 frequence是261 第二个音是D4 frequence是293 第三个音是E4 frequence是329 第四个音是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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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音是B4,freq是493 第八个音是C5,freq是523 这八个音就是Dewe Mifaso的音 我们可以在旁边打上comment,令我们容易识别 我们定义了有八个音知道八个音的freq 然后就可以创造我们的音乐 我们首先在melody的位置很简单显示八个音 我们可以打C4,do的音 D4,re的音 E4,me的音 如此类推 打了八个音之后 我们最后可以加一个0字 代表一个优子符 上面这里连接最后0字的优子符 我们总共有九个音 所以下方位置NoteDivision需要有九个Note的长度 我们可以打444,400 444,400 最后打4 留意这里我们有九个音 所以 DiskNote 里面的八字 需要改做九字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音乐 我们会发现 在NoteDivision 里面 数字越大 声音播放的速度就会越快 数字越小 声音播放的速度就越慢 透过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最上方的位置 加减不同的Note 可以更改播放不同的Note 和可以更改每一个Note的长度 从而制作自己的音乐 譬如我们想制作 Jingle Bell 头段的音乐 我们可以在Melody 里打 和可以更改的音乐 字幕 后面会发现 词 里面的音乐 Studio 参加 这次 参加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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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第一句,我们总共有12个Node 所以下方位置NodeDivision都要有12个 而在Main Loop里,Division也要改为12 改了之后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按右上方Start Simulation 接着我们可以继续创作 我们可以继续创作 这次你会继续创作 好 呢 按摩 这里总共有28个Note 所以在DiskNote 里我们改为28 然后按上方Start Simulation 测试一下 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做下去